黃醫生 你好 李先生 李太太 你好 今天腹診最主要是看肺癌的治療進度 我們看電腦報告顯示 肺部腫瘤和肝臟腫瘤的情況受到好控制 所以現在的標靶很適合李先生用來控制腫瘤 黃醫生 為何我看著我老公 他經常愁眉苦臉 他仍然很累 又沒有胃口 他好像甚麼都不想做 李先生 你可否告訴我 你有甚麼不舒服 又有甚麼擔心的地方 身體上沒有問題 但很擔憂 一時擔心標靶藥出現抗藥性 又不知維持多久 又擔心兒女女 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 又不知我太太怎樣去應付 想天天上東上西 夜晚又睡不到 日後又沒有精神 我也不知可以怎樣 即使腫瘤已經擴散 很多時候現在的標靶治療 都可以很有效地去控制腫瘤 而那些副作用都相對是溫和 所以現在絕大部份的病人 都可以很有質素地去延長壽命 話雖如此 似乎李先生的治療的副作用 不太影響到他 不過病對你們的心理作用很大 作為醫生 除了幫你們治療之外 其實姑娘 我和你們都是一個團隊 很希望透過了解你們的身心健康狀態 你們對這個病 對將來 對生命的看法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很有用 去幫你們去想一想 如何全面地幫到你們 那我可以怎樣做 或者你們可以試一下 這個由香港大學JCICC 專門幫一些復發的病人 又或者擴散的癌症病人 和他們的照顧者而設的 支援關戶診所服務 支援關戶診所 會提供一次性的專業整傳評估和諮詢 你和李太會與營養師 和體能訓練專家會面 學習一下如何培養適當的飲食 和運動的習慣 而姑娘也會幫你們 去了解如何在患癌的期間 提升和維持健康 最重要是可以讓你們見到 社工和心理學家 讓你們有機會去講解 你們面對的障礙和困難 去保持一個積極的心態 去管理生活 管理情緒 讓你們活得更加輕鬆 自在 活得更加有意義 你們有沒有興趣 我也覺得可以 真的不錯 如果你在接受支援關戶診所服務後 仍想要跟進服務的話 你也可以參加JCICC的 管理癌症活出意義計劃 學習一下如何運用有效的方法 提升健康 享受生活 有專家的指導和輔導 再結合一個整傳的生活計劃 你大部分的擔心都可以得到舒緩 變成可以活得更加輕鬆 自在 更加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你們 聽起來也不錯 真的很好 謝謝黃醫生的推介 不用客氣 謝謝G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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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К ads